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定天下节目 在巴黎奥运第六天 风波不断 中国选手潘展乐 在100米自由泳中打破世界纪录 但被对手教练质疑作弊 同时 中国的蝶后 张宇飞成功未免200米蝶泳冠军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令人瞩目的赛事和选手 包括刘宇坤追逐射击金牌 郑亲文进入女子单打 网球半决赛 以及西蒙 拜尔斯在体操赛场上 完成了惊人的拜尔斯二动作 本节目将详细报道这些事件 并深入探讨相关争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第六天的巴黎奥运会上 整个世界都在为中国游泳选手 潘展乐的惊人表现震撼不已 潘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 以46.40秒的成绩 打破世界纪录 赢得金牌 然而 这一辉煌的成就 却引发了澳大利亚游泳教练 布雷特·霍克的强烈质疑 霍克在Instagram上 直言不讳地表示 那场比赛不是真实的生活 不是在那个泳池 不是对着那样的选手 这番话在社交媒体上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霍克的言论 不仅仅是对潘展乐的质疑 更是对整个中国游泳队的质疑 此前 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在东京奥运会前 被检测出 使用了禁用物质驱美太琴 然而他们依然被允许参赛 霍克指出这一背景 质疑潘展乐的成绩 是否真实可信 尽管如此 潘展乐本人和他的粉丝们 都强烈反驳了霍克的指控 认为这是一种不尊重和偏见 你是认真的吗 指责一个人 做了他们已经并且 正在接受测试的事情 是不尊重的 这是网络上一条 获得超过100个赞的评论 潘展乐的支持者们认为 霍克的言论 只是因为潘是中国人 如果这个人来自美国 谈话会不同 你会在这里 谈论他有多么出色 另一条评论补充道 尽管如此 霍克也找到了他的支持者 他们认为 霍克勇敢地说出了真相 说出来 大声说出来 对于那些说 团队正在反复接受测试的人 这意味着什么都没有 一条评论写道 在潘展乐的胜利 引发全球热议的同时 中国蝶泳名将张宇飞 也在200米蝶泳比赛中 成功未免 他的表现 无意为中国游泳队 增添了一份光彩 张宇飞以2分03秒的成绩 轻松夺冠 展现了他在这一项目中的统治地位 与潘展乐的争议不同 张宇飞的胜利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与此同时 在巴黎的贝尔西体育馆 体操女王西蒙 拜尔斯也重返赛场 引发了全球观众的瞩目 自从2020年东京奥运会 因空中旋转失控退出 多个项目后 拜尔斯一直在处理心理健康问题 他的重返 不仅是为自己证明 更是向所有人展示了 他的坚韧和勇气 本周 拜尔斯在跳马项目上 完成了历史性的 拜尔斯2 这一高难度动作 让观众们惊叹不已 拜尔斯的表现 再次证明了 他在体操领域的无可匹敌 他的拜尔斯2跳马动作 要求在跳马桌上 完成一个躯体姿势下的 两次后空翻 这一动作 因其难度和勇气而备受瞩目 拜尔斯在比赛中的表现 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喝彩 也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美国男子体操运动员 尤尔·莫尔道尔曾说 在看到那样的表演后 我都不好意思做地板和跳马了 你看到西蒙做那个动作 他全程都在微笑 他是怎么做到的 除了游泳和体操 中国选手在其他项目中的表现 也同样令人瞩目 射击运动员刘宇坤 正在追逐金牌 网球选手郑亲文 成功进入女子单打半决赛 这些成绩不仅展示了 中国运动员的实力 也为巴黎奥运会 增添了更多的精彩瞬间 在游泳赛场上 中国跳水运动员 也迎来了一个粉丝时刻 奥运会冠军古爱玲 现身现场 为中国跳水队加油助威 这一瞬间被许多观众捕捉到 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古爱玲的出现 不仅为中国跳水队 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也让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 而在体操赛场上 西蒙·拜尔斯的重返赛场 不仅仅是为了赢得金牌 更是为了向自己和世界证明 他可以克服心理和身体上的挑战 拜尔斯的表现 不仅让人们看到了 他的天赋和实力 也让人们更加关注 运动员的心理健康问题 他的勇气和坚韧 无意味后来的运动员 树立了一个榜样 纵观整个巴黎奥运会的第六天 我们看到的 不仅是运动员们的拼搏和努力 还有他们背后的故事和艰辛 每一枚奖牌的背后 都有无数汗水和泪水 每一个精彩瞬间的背后 都有无数次失败和重来的经历 这些故事 让我们更加珍惜 每一个奥运瞬间 也让我们更加敬佩 这些为梦想而奋斗的运动员们 巴黎奥运会的第六天 充满了欢笑 泪水和争议 在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的辉煌背后 是无数次的努力和坚持 在张宇飞成功未免的背后 是对梦想的不懈追求 在西蒙·拜尔斯重返赛场的背后 是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勇敢面对 在这些故事的背后 我们看到了运动员们的坚持和努力 也看到了他们对梦想的无限热爱 巴黎奥运会的每一天都充满了精彩 而第六天 无疑是其中最为难忘的一天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进入第六天 中国选手潘展乐和张宇飞成为焦点人物 潘展乐因在100米自由泳中打破世界纪录 而引起广泛关注 但同时也遭遇了质疑 而张宇飞则成功未免了200米蝶泳冠军 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潘展乐在100米自由泳中的表现 堪称惊艳 他以46.40秒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 然而这一成绩也引发了争议 澳大利亚银牌得主凯尔·查尔默斯的教练布雷特·霍克 公开质疑潘展乐的成绩称奇 非人类所能 认为这场比赛的结果不真实 这一质疑使得潘展乐的胜利 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霍克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今年早些时候 有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被检测出使用了禁用物质驱美他琴 TMZ 尽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知情 这些运动员仍被允许参赛 这一背景让霍克的质疑 在国际上得到了部分支持 然而 潘展乐和他的支持者 坚决否认任何不当行为 并指出他已经多次接受了反兴奋剂测试 结果均为阴性 与此同时 中国选手张宇飞 在200米蝶泳中成功未免 为中国队再次赢得荣誉 张宇飞的表现稳定且出色 他以2分03秒的成绩夺得金牌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除了游泳比赛 巴黎奥运会的其他项目 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中国射击选手刘宇坤 正在追求金牌 网球选手郑亲文 顺利进入女子单打半决赛 此外 美国体操名将西蒙 拜尔斯在经历了心理健康问题 和性虐待创伤后 重新回到了赛场 并完成了历史性的 拜尔斯2跳马动作 拜尔斯2是西蒙 拜尔斯的标志性动作之一 因其难度和观赏性 在体操界享有胜誉 这个动作包括一个翻腾 后手翻上跳马桌 然后在躯体姿势下 做两次后空翻 难度极高且极具挑战性 在巴黎奥运会上 拜尔斯再次展示了 这一高难度动作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和赞誉 值得一提的是 巴黎奥运会期间的 这些精彩表现和争议事件 不仅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无论是潘展乐的世界记录 还是张宇飞的成功未免 亦或是西蒙 拜尔斯的付出 都成为了本届奥运会的热门话题 总的来说 巴黎奥运会第六天 充满了惊喜与争议 中国选手的优异表现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随着比赛的进行 更多精彩的瞬间 和激动人心的表现 将不断涌现 成为体育史上的珍贵回忆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是关于潘展乐 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胜利 和随之而来的争议 首先我要说的是 潘展乐以46.40秒的成绩 赢得100米自由泳比赛 这真的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就 他不仅打破了世界纪录 还展示了非凡的竞技水平 那些质疑他是否作弊的言论 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看看历史 1954年 罗杰·班尼斯特 成为第一个在四分钟内 跑完一英里的运动员 当时也有人怀疑他的成绩 但事实证明 他只是在开创历史 同样 潘展乐只是新时代的 罗杰·班尼斯特 哇 楚天书 真的是这种开篇大作的感觉啊 但是 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 潘展乐的成绩 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 你知道 有些事情听起来太好 以至于不真实 就像18世纪英国作家 乔纳森·斯维夫特的 《格列佛游记》里的那些奇幻故事一样 澳大利亚教练布雷特 霍克的质疑不是空学来风 毕竟前有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在东京奥运会前 被检测出使用禁用物质 我们可不能对这些历史事实视而不见啊 谢七七 你提到禁用物质的问题 的确 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但是 我要强调的是 潘展乐已经接受了无数次的测试 结果都是清白的 你知道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 美国游泳选手莉莉 经公开质疑俄罗斯选手 尤利亚·埃菲莫娃的禁要问题 但最后 埃菲莫娃还是被允许参赛 这说明 质疑是可以的 但最终的判断 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我们不能因为几个人的怀疑 就否定一个年轻运动员的努力和成就 啊 楚天书 你说的 莉莉金和尤利亚·埃菲莫娃的例子 确实有趣 但我们不要忘记了 那两人的故事最后什么结果 对吧 争议继续 潘展乐的成绩固然震撼 但当一个运动员 在比赛中一秒钟领先 这在历史上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甚至一些老派的电影情节 比如《洛奇》里的那些逆袭情节 也没有这么戏剧化 再说了 霍克可是自称世界上最好的游泳教练之一 难道他的专业眼光 真的不足以对这样的成绩产生怀疑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专栏 今天我们要聊聊 巴黎奥运会第六天的精彩事件 以及一些引发争议的时刻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游泳选手潘展乐 在100米自由泳比赛中的惊人表现 潘展乐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 摘得金牌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事 毕竟能在奥运会中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寥寥无几 然而 这场胜利却引起了一些争议 澳大利亚选手凯尔查尔莫斯的教练布雷特 霍克直接质疑潘展乐的成绩 认为这非人类所能 这样的言论就像一颗火星迅速点燃了网络上的讨论 霍克的评论不仅引发了中外网友的对峙 甚至引来了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批评 称其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的检测不够严格 这种怀疑和争议 确实让人感到奥运精神 似乎受到了挑战 运动员们应当因其卓越的表现而受到尊重 而不是被无端质疑 潘展乐的回应也是强硬的 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尊重 总体来说 这场风波反映了体育竞技背后复杂的政治和心理问题 让我们在欣赏比赛的同时 也不得不面对这些不愉快的插曲 接下来咱们不能忽视中国蝶后张宇飞在200米蝶泳中的成功未免 张宇飞用他的实力证明了什么叫实力派 他的表现让人拍案叫绝 当他在泳池中滑出优美的弧线 仿佛一只自由翱翔的蝴蝶 观众们无不为之倾倒 他的成功不仅是对他多年努力的最佳回报 也是对那些质疑他的人最有利的回应 不只是游泳 中国选手在射击和网球项目上也有不俗表现 刘宇坤正在全力追逐射击金牌 而郑清文则顺利进入女子单打网球半决赛 这些成绩不仅展示了中国运动员的多样化实力 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体育未来的无限可能 再来看看体操场上的焦点人物西蒙·拜尔斯 这位美国体操女王在巴黎奥运会上 用她标志性的拜尔斯2动作再度震惊了全世界 要知道这个动作的难度堪称天花板级别 一般人估计连想都不敢想 更别提成功完成了 拜尔斯克服了心理健康问题 和过去的创伤从东京奥运会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再次站在了世界体操的巅峰 拜尔斯的故事不仅是体育竞技的传奇 更是励志故事的典范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只要坚持和勇敢 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 他的表现不仅为他的国加增光天才 也激励了无数青少年运动员 总结一下巴黎奥运会第六天真是高潮迭起 看点不断 潘展乐的争议胜利 让我们见识了体育竞技背后的复杂性 张宇飞的成功未免则展示了中国体育的强大实力 西蒙·拜尔斯的重返赛场 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震撼和感动 可以说这一天的奥运会不仅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多面和体育精神的真正内涵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别忘了关注我们 了解更多最新 最精彩的奥运会报道 再见 美国导报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希望 areas Natalia 那个参与订论